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現在就在Yang & Dundas的Dundas Square 以及Eton Centre這個區域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呢? 其實就是在後面這個標榜後面 那裡是剛剛建好一個全新的建築 建築的名字叫Panda Condo 就是由Lifetime發展商建的 為什麼叫Panda呢?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其實就是一點點 因為這個建築是用白色和黑色為主題 所以他們當時用了叫Panda這個名字 地址是20號Edward Street 要留意了 現在是低層的單位才拿了鎖匙 高層的單位在未來二、三月 那些業主才會拿鎖匙 這個Condo 第一個賣點 當然就是個地位 你在這個Condo建築 走過來也不需要五分鐘左右 其實可能也不需要五分鐘 你已經可以去購物 然後有超多不同的餐廳給你選擇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裡是有一個Dundas 地鐵站的 一號線就是在這裡的 它地鐵站其實是有幾個地方可以進去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在建築下面 因為它那裡其實是有兩層製造的 它就已經可以直接去到地鐵站 還有它地鐵站的Path Network 我們現在先走過去吧 在Dundas Square走過去 其實五分鐘都不需要 就已經會到達Condo建築了 大家這條就是Yang街 那裡已經有Winners、Burger 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餐廳 這個就是大廈的外面 因為它現在的建築還在下建築 所以很多地方都要封起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建築是黑白兩種顏色 所以是叫Panda 一進門口的右邊就是Lobby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個一房的單位 它一房的單位大概是500尺左右 我現在市面上看到有些人是放租 叫價大概是2175元以上 如果是放賣的話 要留意 因為這個建築還沒有結束 只是Occupancy period 所以我看到一些人鑽樣 即是Assignment Sale 我看到一個一房一次517尺的單位 它現在的叫價是74萬 好 無論如何回到這個單位 你進入到圓關位 其實如果你這裡搭一個比較高的鞋櫃 你就可以放鞋和省省些位 然後來到這個走廊 第一個門這裡 就是洗衣機和乾衣機 右邊就是洗手間 當然全部都是最現代式的設計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單位的顏色 它是選了這個淺灰 不是 淺…淺白色 淺…淺啡色 淺啡色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不會那麼單調 門後面這裡就是掛毛巾的架 其實我覺得可以重新去其他位置 一個這麼大塊鏡子 當然要善用現在的空間 後面其實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大家要用來做一些比較的 再用來做一些比較的 升盤 升盤下面也是兩個櫃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以前的普通設計 他們下面不會作出一個櫃桶 但這個設計 做了就比較細心一些 而且你拿東西都方便很多 而且全部都做了soft closing 然後出來這裏 發展商在外面有兩個櫃 兩個櫃蠻漂亮的 不會像白色衣櫃看起來這麼普通 大家可能想這個位置究竟用來做什麼 我都可以有幾個 如果你可以當作是書桌 或者你可以放你喜歡的裝飾在這裏 然後這裏也是另一個衣櫃 然後這就是睡房 睡房有兩個雙門的拉門打開 因為這間房本身沒有一個窗 所以他們的設計 這邊是有兩塊很大的落地玻璃 把外面的光透進來 其實我這個單位 因為全新的業主他們都沒有裝燈 但都算光亮了 不是太暗 那這裏有另一個雙門的衣櫃 這間房大概是120呎左右 我覺得應該有 還有單位是9呎樓底 整個單位除了廁所 廁所是樓 其他地方都是檸檬 來到現代式的廚房 當然了 那些宣布都是建造的 例如雪櫃 冰櫃 然後微波爐 焗爐 爐頭 抽油煙機 都做了soft closing 挺好的 火的廁所來說 都夠貴 那這裏就是廁 住宅 住宅 混合在一起 那這裏大概200呎 200呎 鬆一點點 然後這裏就是樓 樓 這個方向是向東 所以可以看到 Ryasson Student Learning Center 這個比較漂亮的建築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個大概450呎 Junior One bedroom的單位 正門在這裏 進來就是圓關位 其實這裏就是睡房的位置 這裏是夠位 可以放置一張單人床 然後這裏有一個很大的Double Door Closet 還有這個單位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它那個 地板的顏色 就跟剛剛那個不一樣 這一個單位去選用的Color Selection 是更深色的 然後再走過來一點點 這裏就是有個衣櫃 隔壁這裏就是 隔壁的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就過來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大一點點 當然其實那些櫃 跟下面那個單位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顏色不同 然後就來到廚房 廚房呢 其他也一樣 但是剛剛那個一房 它就是有自己一個微波爐 但是這個單位的差別就是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微波爐 但是它下面呢 它是有了那個抽氣扇的 這個是一個混合 Microwave 和抽氣扇 那爐頭 焗爐 洗碗機 這些都有齊 但是因為那個單位就比剛剛那個小 所以它就沒有那麼多 carbonate space 那這裏呢 就是個 這個應該應該是 living room family room dining room 但是因為其實剛剛那間房 就比較小的嘛 那如果你想一張大一點的床 那可能你就會放在這裡 那邊就是電視機 那這個單位呢 它就是向北的 向北 但是都可以看到 那個Riason Student Learning Center 我們現在就會來看看兩房兩次的單位 這個單位就大概是650呎 我們這個單位現在就拿出來出租 叫價是2780元 這個大門 這個是圓關位 走一點點 然後就來到主人套房 那這間房呢 就大概 100呎 左右 這個單位其實也不是說十分之大 它的房子也是 這些大小的 那邊是有雙門的衣櫃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房的套子 還有一個洗手間 和之前的洗手間一樣 也是有一個 升盤 洗手間 還有一個洗手間 還有一個鏡櫃 還有一個鏡櫃 那廁所那裡 要留意一下 其實已經是做了Potlight 主人房出來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雙門衣� 那這邊呢 就可以讓你去掛衣 而另一邊就是乾衣機和洗衣機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去到第二個洗手間 那這個呢 是一個bath tub 洗手間斜對面那裡呢 這裡就是個釘 其實這個釘是頗為長的 是足夠可以放到一張比較大的桌子 在那裡的 然後我們就來到 第二個睡房 第二個睡房 就在小一點 大約80呎 同樣 也有一個雙門衣� 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來到 住室和廚房 我們這個單位就是向西北邊 所以下午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少少陽光射入到那個單位 我們遲些這個單位是會裝窗簾的 然後就是廚房 和之前第一個單位是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附近 其實 譬如 無論你是在Ryason 讀書 UT 讀書 或者在這個附近上班的朋友 如果你是喜歡住新的座房 那你就可以考慮這個 E10號 Edward Street的座房 如果是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聯絡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來吧 我們下次見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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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吧